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9月5日 周五凌晨 欧国联有好戏上演 葡萄牙与克罗地亚将在前者逐场展开较量 虽然葡萄牙今下欧国杯杀入半准决赛 但是球队近三仗欧国杯法定时间都没有入球 而克罗地亚阵容轻狂不接 欧国杯只不分组赛 两队状态都不计人意 此番交手双方何谓甚浓 2020-2021欧国联 葡萄牙曾两次面对克罗地亚 球队两场比赛均笑到最后 不过时过境迁 葡萄牙今年6月与克罗地亚展开的国有赛中 葡萄牙已1比2不敌克罗地亚 前者进攻方面稍续一筹 事实上 葡萄牙今下欧国杯能够杀入半准决赛 很大程度是因为分组赛迁运较好 同组对手是土耳其 格鲁吉亚和杰克三支欧洲四级球队 他们在淘汰赛阶段两场比赛法定时间都没有入球 即使阵中有基斯坦奴 朗拿杜 班奴 费南迪斯和贝拿杜 施华等大牌球星 球队进攻方面依然毫无起色 主帅二 马提尼斯调教进攻的能力令人不敢恭维 除此之外 后防线主力比比 毕马费拿拿已经退役 球队防守端需要有人站出来主持大局 攻防两端都不在最佳状态的葡萄牙金杖 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另一边乡 克罗地亚正处于轻狂不接的阶段 球队今次征召了不少年轻球员 不过中场位置仍然是以卢卡 摩特利 马迪奥 高华西位手 封线上也没有特别瞩目的新兴加入 因此 今届赛事克罗地亚的目标还是以练兵为主 尽可能让年轻球员积累国际比赛经验 今下欧国杯 身处死亡之组的克罗地亚分组赛 就早早被淘汰 三场比赛下来 球队合共 攻入三球 其中有一球是乌龙球 卢卡 摩特利 安卓尔 卡纳玛利各自攻入一球 要知道 上述两位球员年龄都超过32岁 球队进攻端还是过于依赖老将 与此同时 克罗地亚三场比赛军场是两球 球队防守端形同虚射 面对同样是欧洲顶级强队的葡萄牙 克罗地亚是意还是要小心味上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